由乃仔方绍聪主持的综艺节目《野外部》出 1月11号开始播出 这天他就和节目第一级嘉宾 江嘉敏上电台为节目宣传 乃仔更透露邀请他们做嘉宾的原因 我不是找他谈下 我是找他跳下去 对对对 很恐怖的 就是因为他看了我那个IG post 我的生日愿望就是 我希望这一年来年少看一点电话 然后多去香港一些美丽的地方 去心想去呼吸新鲜的空气 然后他就说 嘉敏啊你的愿望就是这样吗 我就帮你实现吧 实时是往这个sip line 飞锁 从一个山一线就到另一个山 其实最可怕的是 因为我害怕胃高 然后那个山其实挺高的 但是你跳下去之前 你要站在山的那个旁边那个石头 然后就看下去其实蛮高的 我就站在那个石头边哭了一个小时 哭了一个小时 然后他在对面 快点啦 一个小时了 电池都没有了 快点 一开始我以为是这个是节目效果 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知道不是了 一开始我也很尽力地鼓励他 说你可以啊也可以啊 但是时间过了大概45分钟之后 我就说 你想跳就跳了 没关系了 我没力没力展 其实这次并不是卡门第一次玩飞锁 到底为什么他会这么害怕呢 拍这个节目之前呢 我在另外一个国家其实有玩过 但是呢我就跟他说 我想问一下香港那个飞锁 是跟其他国家的一样吗 他说 但是一样啊 就其实挺不一样的 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那个飞锁 是平的 飞过去其实没有什么离性力的 但是香港那个县是卸下去的 就是下去 对 然后那个离性力其实蛮重的 所以我就觉得他是骗我过去拍他节目的 离性力是因为他重啊 我不是很重所以我没有什么离性力 还有他刚刚说那个山很高嘛 我觉得什么山也没关系 因为他掉下来也是一样也是死的 所以高跟不高没关系啦 是的 好